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王平教授 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高速铁路轨道工程的主要关键技术 轨道工程是高速铁路基础设施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 是高速列车安全 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 本次收课主要包括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概述 和高速铁路钢轨及扣间系统两个部分 在概述部分 我们将谈到高速铁路轨道系统的地位 功用及特点 以及高速铁路轨道工程主要关键技术 为保障高速列车的安全性及理科的舒适性 高速铁路系统必须要解决好牵引便电 行车列控 机车车辆 轮轨关系 轨道系统 轨下基础等子系统的服役性能问题 轨道系统作为轮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固定一方 是行车的基础 引导着高速列车的运行 直接承受和传递着车轮传来的动革轨道 轨道一般有钢轨 轨枕 连接零件 倒床和倒叉等主要部件组成 由于无渣轨道具有稳定性好 可靠性高 以实现高精度铺设等突出优点 是高速铁路轨道结构的优先形式 中国设计规范要求 时速250公里及以上的高速线路必须采用无渣轨道 时速250公里及以下的客专 客户贡献可采用有渣轨道 高速铁路轨道工程设计钢轨及扣间系统 无渣轨道 无风险高速倒叉等关键结构技术 此外还包括轨道工程的施工 检测 维护等技术 下面我们将主要学习高速铁路钢轨 及扣间系统的相关知识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钢轨及扣间的功用 高速铁路钢轨的关键技术 高速铁路扣间系统的分类及组成 钢轨是轨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要启程着支撑 导向 成立与传立的作用 在电气化铁路和自动比赛期间 还兼着轨道电动使用 钢轨要求既有合理的扩性及尺寸 足够的强度和耐摸性 较高的抗疲劳性和韧性 足够光滑的顶面 良好的可汗性 以及高的平质度 钢轨的分类方法有很多 主要有以下几种 按照每颜米质量分有75公斤每米 60公斤每米等 按照断面的类型分有标准轨 槽形轨等 还可按照强度指标 金属成分等指标来划分 图中是不同断面的钢轨类型 标准钢轨采用公质型断面 由轨头 轨腰 轨底三部分组成 其特点是头大 腰长 底宽 具有足够的抗压 抗弯 抗磨耗 抗氢 抗腐蚀能力 钢轨的机械特性与其化学成分密切相关 一般钢轨的主要化学成分有铁 碳 蒙 硅 磷 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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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碳的含量液高 钢轨强度及耐磨性液高 但韧性液低 其含量一般不超过0.82% 蒙的含量液高 强度和韧性液高 硅的含量液高 致密度和耐磨性也好 磷式有害元素 其含量增高 已造成钢轨冷脆折断 硫液式有害元素 已造成钢轨出现金锡废贫品 合金成分可改善钢轨的机械性能 随着重载高速铁路的发展 钢轨的发展其实是重型化 强热化和纯净化 目前 60公斤每米钢轨是铁路的主流用轨 在重载线上还使用着75公斤每米的钢轨 强热化是追求高强度 以高韧性的有机统一 一般情况下 随着强度的提高 硬度也会提高 但韧性会有所下降 已发生断轨事故 高速铁路钢轨 映着合适的强度及良好的韧性 合金化和热处理是实现钢轨 强热化的主要手段 纯金化是实现强热化的基础 需要降低氢等非金属的含量 高速铁路要求钢轨 具有高精度高贫质度和高可靠性 为达到这一目标 需要在冶炼 杂质 长钢轨硬术 铺设 焊接 及减少截头等方面进行技术突破 具体的指标要求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高的几何尺寸精度和拼质度 高的断链韧性和低的皮疗烈纹扩展树里 低的轨底残硬拉因里 浅的脱碳层深度 表面基本无缺陷 钢质洁减 钢厂采用了三斤生产工艺及前段面自动检测技术 砸至了百米长定磁钢轨 消除了75%的焊接接头 研制了专门的长轨运输列车 工厂及工地前面采用了闪光结束焊 保证了焊接质量 采用多点同步起调转音技术 可防止轨条的硕性变形 采用专业化的铺轨列车铺 可保证铺色质量 冶炼与杂质是高组铁炉钢轨最核心的技术 所谓三斤工艺 试制通过转炉冶炼 连轴 万能杂机杂质 频率符合轿质等 实现钢轨的精炼 精炸和精整 扣件是轨道工程中 另一种重要的部件 一般的功能要求有 固定钢轨 保持轨道的几何行为 缓冲 轮轨动力冲击 减少对轨下基础的损害 分散轮轨力作用 使轮轨力更能晶莹地分布到道床 保持扣压 防止钢轨轻翻 保持扣件阻力 防止钢轨爬行 调整轨迹 调整钢轨高低 保证两钢轨结缘 高速铁路对扣件系统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 高精度的调整能力 一致且较低的钢度与阻力 解键性能更好 以满足轨道电路传输纪律的要求 扣案力衰减小 疲劳寿命长 能以基础可靠连接 备件少 调整方面 有统计表明 全世界大约有近200种扣件系统 按钢轨以基础间的连接方式分 有分开式和不分开式扣件两类 按有无挡间分 有有挡间和无挡间两类 按扣压件分 有弹片式 弹条式 扣板式等类型 按有无螺酸分 有螺酸和无螺酸两类 根据轨道结构类型的不同 我国高铁采用着不同的轨道扣件 有挡轨道采用的扣件类型 主要有弹条式型 五型 FC型和W14型 用在河林 河五 石泰 东南沿海通道等客营专线上 无杂轨道采用的扣件类型 主要有WJ-7 WJ-8 SFC和Voslo 300型 用在津津 武广 振西 金户等高速铁路线上 现在来看看几种典型的高铁扣件 图中所示为广泛应用 以CRTS-1型板式无杂轨道的 WJ-7型扣件系统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为分开式无挡间扣件 靠电板和轨道板之间的摩擦副 来抵抗恒向力 既有无级条轨迹和无级条高低的能力 采用不同的弹条实现不同的纵向阻力 高铁轨道用的最多的国产扣件 是WJ-8型扣件系统 为有导间的不分开式扣件 依靠混凝图挡间 来实现横向线位与传理 稳定性好 采用有机调高与调剂 德国Voslo 300型扣件 以之相似 二者安装接口一致 结构略有差别 能实现垂向与横向分别传理 传理途径较优 高铁道杀扣件是一类新型的扣件系统 它采用弹性基板结构 将铁电板仪橡胶流化成一个整体 为五档间分开式扣件 结构整体信号 刚度可根据需要来设定 具有一定的调剂与调高能力 FC系列扣件是英国潘德伦尔公司 第一 钢轨的技术特点 二 减速高铁扣件的特点以分类 本次授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